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义务社工师安德鲁 你有因为工作关系 自己的生活习惯有明显的改变吗 安德鲁社工在当社工之前 曾经做过麦当当的服务员 屈城市的高级钥匙助理 郭元毅工厂的工读生 安置机构的生父员 在这一些工作当中 在我的人生有些改变 但是没有当社工的多 当社工改变我最多的是 吃 吃东西的吃 很多当社工的朋友 吃饭的速度都很快 因为错过空闲的时间 案子来了的时候 就可能没有办法再吃饭 或是家访过了中午 附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只能饿肚子 像我这个月周间值急诊 四天有三件欧卡 其中有两次 是连续的两天中午 被急诊叫下去 处理找家属 饭还没吃几口 只能丢着 等处理完回来再吃 热的便当都变冷了 热的汤面变成干面 环境使然 吃不快不行 这个时候如果有素食店 就是一件好事 因为随时都有热食可以吃 第二是零食多 社工界是一个女多男少的工作场所 我15年前做早疗的时候 早疗中心的社工 工的只有我一人 为什么说工的呢? 因为社福界都有一句话 这样说 女人当男人用 男人当用 办公室的同事 抽屉拉出来都有食物 饼干啊 糖果啊 三合一 咖啡啊 三不五时 叫个摇摇杯来喝 前辈说 来这里工作 没有人不胖的 有一个部分 是压力跟甜食之间的 恶讯循环 虽然我们说 饼干糖果是我们去家仿给小朋友的礼物 这也是让我们不能不买它 压力大的时候吃一点甜食 心情会很好 结果在洗衣店的那些年 渐渐的状况都没有很好 国外有一篇文章很有趣 是讲是否应该禁止社会工作者将蛋糕带进办公室 在这个题目前面有两个起因 第一个是英国食品标准局的主席 苏沈教授亲自非代表机构发言 他对于部长们延迟决定垃圾食品广告电视的分野 决定感到失望 他说这导致完全的市场失灵 边缘化健康产品 英国的牛津大学 饮食与人口健康教授 泰晤士报卫生委员会成员 杰布表示 在一个人来往的社会 仅仅靠个人的意志的非凡努力 来避免暴饮暴食是不够的 因为英国的社会有三分之二的成年人操纵 有四分之一肥胖 这个比例回推过去的三十年 他们开始上学的时候 就有五分之一的儿童已经操纵 大多数的英国人在二十五岁的时候 已经操纵了 因为在诱惑时很难节制或避免淋食 然而禁止在办公室吃蛋糕 和建议人们如何过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之间 有天壤之别 刚说到了英国的数据 有五分之一的儿童已经操纵了 第二件事 跟英国知名年轻主厨杰米奥利弗有关 因为杰米试图让学校的晚餐更有营养 却拿走我们的火鸡卷饼和鸡块 这已经够糟糕了 任何一个迁徙世代的人都会记得这一种创伤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2006年9月26日 因为杰米奥利弗和英国南约克郡的一群家长们 这一群家长集体抗议反对杰米奥利弗推荐的午餐 所有该校的1100名小学生 每天必须食用两份水果三份蔬菜 家长们说 我们的孩子有权利选择他们爱吃的食物 随后家长们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快餐店购买了午餐 并将热腾腾的午餐隔着围离交给在学校里面等待的儿女 杰米奥利弗针对此事的回应说 我已经受够这些混账的家长 如果他们想要害死他们的儿女 就让他们这么做吧 没想到2006年的新闻 多年后还被拿出来说 真的是一种创伤 对于安德鲁社公司来说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很认真地思考我自己的饮食跟身体健康 我想糖或碳水化合物 可以有效抑制飙升的压力 但是看到体检报告和 我在加护病房中的那些病人 那些非意外造成脑部问题 不论是中风或代谢问题的病人 是否要持续做烘焙呢 对于高农食品加工科毕业的我而言 我曾经认真地考虑过 这个食物的问题 你如何抉择呢 请留言告诉我 我是英雾社公司安德鲁 我们下一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